前面讲到甄子丹为了替女友出气 以一滴巴打伤水防帮的小弟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的过去 这几个混混并不是一般的人 而是香港四大黑帮之一水防帮的成员 这几个水防成员的老大是高捞发 是水防帮很有实力的一位大佬 几名小弟跑到高捞发诉说了此事后 高捞发手下众多且重义气 他一看手下兄弟被打成这样 也是十分气愤 当即派人找到甄子丹拍电影的片场 指明要甄子丹出来给个交代 当时对方几十个人堵在片场门口 甄子丹握着拳头 原本要冲出去 被身边人及时拉住 让他躲藏了起来 然而对方天天来找麻烦 光这样躲避也不是办法 还是经理两尾的建议让他去找陈慧敏 要知道当年的陈慧敏 连新一安的苏龙都能收拾 才不会惧怕水防帮 因为十四K也不是吃素的 但是甄子丹与陈慧敏并不熟悉 最后还是有好友吕两尾 带着他一同去找的陈慧敏 当时陈慧敏正在为刘伟强拍摄 《不惑宰3》 只手遮天 而吕良伟与陈慧敏是1991年合作电影视结缘 在戏里戏外 吕良伟都称呼陈慧敏为干爹 当时吕良伟和刘伟强都被请来帮着说情 陈慧敏考虑良久 才决定接下这件事 帮甄子丹出面向水防帮协调 后来陈慧敏也找到那位大佬 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解释了一下 那位大佬知道的事情之后 确实是自己手底下的小弟有错在先 卖了个面子给陈慧敏 陈慧敏也让甄子丹 在富豪饭店白酒宴请搞老发 并向其手下支付了医药费 这件事才得以圆满解决 曾经意气风发的年轻人 也终于成了宇宙最强 成就了一代宗师叶问 至今江湖流传的事情真真假假 早就无法判断 继续